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您本期看点 你好 星期六 贾玲 龚俊 汪苏龙 赵小棠 出圈的他们来了 这个星期六最出圈的情歌你一定要听 这个舞台太匪夷所思了 因为我们龙龙有一个出圈的外号叫做情歌转换器呢 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歌 我们龙龙唱出来都会有那种软软的情歌的味道 结婚了 新郎不是我 就是你 龙哥你早唱这首歌 新郎就是你 天歌猜离物 答案就在歌词里面 House 喷它 想的美 喷它 哇 怎么玩游戏搞得这么假呀 真好假呀 地图 地球仪 喷它 长按喷它 美的 美的 怎么回事 后来玩游戏就认真了 最出圈的模特就是 芒果 芒果前包的中浪年模特 完全没没 好没 茂格神临 她被水逼了好几次了 有一种我不是很爱她的感觉 而且工具喂水连盖都不开 还能再敷衍点吗 情景歌舞大剧 你一定要看 我会了 我要考试 我会了 通过 想慢慢的靠近 通过 顶住你的书 你的姐 我先比心心 好 先比心 在这商量的呀 你俩 考试呢 哦 就来姐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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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高兴 早了 来 下一位 下一位 给了我们两个颜值 顺手把其他的窗户全关上了 我大努力 ballot 为 什么一阵快乐的春风 它发着你好 心气流 吹到了我心怀中 为 什么你继随着那春风 信进了我身边 送来一阵正温暖的笑容 我追着春风去 我追着春风去 我呼唤着春风来 春风春风让我们换聚在一起 让我们和幸福快乐不再分离 春风春风让我们换聚在一起 让我们和幸福快乐不再分离 Gi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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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ive-sided day night 是否你也和我一样快乐期待 Gi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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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ive-sided day night 相信你也和我一样快乐期待 你好星期六 精彩看不够 欢迎各位来到由Vivo冠农播出的 你好星期六 先锋影像旗舰Vivo S12系列手机 全面出色自然出众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出圈了朋友 出圈的朋友来喽 欢迎 欢迎 闪闪来跟大家打招呼 欢迎我们大家最喜欢的贾亮 大家好 现在已经是中国票房最高的导演了 好好吃 全球 全球 说小了 说小了 下面是大家最喜欢的龚俊 欢迎俊俊 谢谢大家 非常开心来到你好星期六 俊俊真的是我跟你讲 是我们你好星期六的好朋友 我们当时第一期的时候俊俊就说要来 后来第二期他也说要来 直到这一期终于剧组放他家了 真的真的 我特别感动 今天早上拍完戏没睡觉直接来 然后状态还这么好 我们欢迎俊俊 谢谢 我不是 何老师我是睡了觉 睡了觉 睡了觉 你看睡了觉还来 你看 太感人了 应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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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睡在路上睡的觉 对 好 下面是我们大家最喜欢的汪苏龙 欢迎苏龙 哈喽 很开心见到大家 你看何老师这个才叫没有睡觉 看眼睛 另外我们今天依然有我们可爱的赵小棠 嗨 我又来了 好 欢迎我们的好六团 大家好 哈喽大家好 以及我们的青春借习班 嗨 大家好 好 说到这个出圈 其实就是因为一件事情 或者某一方面被大家关注 被大家记住 那我想先访问一下我们的好六团 你们希望自己或者觉得自己 有什么事情是出圈的呢 弟弟 怎么就到我这儿了 怎么就到我这儿了 对 弟弟现在默默地已经成为好六团的灵魂人物 这是绝对的 毕竟流水的好六团 铁打的往河底 铁打的往河底 对 弟弟你希望什么样的事情出圈 那当然还是希望自己的作品了 对 但是我回忆了回忆 你最近的出圈的 所谓大家的印象里面比较深的东西 是我去参加元气满满的哥哥的时候的 那个西瓜头 我看了好好笑 那个太出圈了 就那个反正就很新奇 但是就那个为什么我会印象那么深刻 就因为那个延续了很久 因为后来大家在网上吃瓜的时候 明明那个事不关我的事 但是我那个西瓜头还在那儿 那个表情包还在那儿 就有一段时间提到瓜就是第一个 对 那我们想要希望什么事情出圈 我呢也想要出圈 我首先就是要跳出我的舒适圈 勇于挑战自己并不擅长的事情 成为数字圈里的第一个全能主持人 哎呀我们小样好有报复呀 好正能量的一个机器人 小样我挺你啊 加油小样 而且我今天看到贾玲姐呢 我觉得特别的亲切 怎么的呢 她们还说我和你年轻的时候有点像呢 什么叫年轻的时候 真的 还真是有点像 对吧 但是小样 你知道吗 你跟我现在更像 青春的发型同样甜美的笑容 我们都是建模点 小英姐 都是建模点 小英姐你确定不少节目组要一下版权费吗 对啊 什么版权费 就比着你那个做的呀 对不对 就是照你捏的呀 而且我就说为什么 我第一次看到小样就觉得很亲切 因为你是小假脸人 对啊 美女都是相似的嘛 卡老师嘴还是那么甜 那好吧 那我们希望今天小样也给我们带来非常出圈的表现 好不好 好的 是不是又要去充电了 对我要下去充电准备啦 我们一会儿见 拜拜 拜拜 好 下面呢马上就要请布布来为我们介绍今天第一位出圈的朋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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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嘉宾他就是 做自由编曲太全面 后继续勃发在沉淀 最有意思的光是改编 在你好星期六才听得见情歌怎么写要 请叫你记得下来给我发消息 我想大家的破步期待 听到你歌声就心情愉快 掌声欢迎全面出色的汪苏勒 我喜欢你冷冷在顾 面对我的笑的蓝牙 喜欢你说话也俗 陪你逛街买衣服 我喜欢你的小鼓鼠 想要牵你过马路 不用走太多地图 下一站就叫幸福 眼睛变态 在装入乎云拉脱后 于是无不不知 你买什么葫芦 心里没数 借你的金 正在残酷的擦 你心里的温度 你手的力 我都装满了衣 疼哭慢慢说 有机会要紧握 我不会让你轻易挣脱 平时在沉默 这次要突破 会是手汗面包包的幽默 我喜欢你冷冷在路 面对我的小早熟 喜欢你说话也俗 陪你逛街买衣服 我喜欢你的小鼓鼠 想要牵你过马路 不用走太多地图 下一站就叫幸福 我喜欢你冷冷在路 面对我的小早熟 喜欢你说话也俗 陪你逛街买衣服 我喜欢你的小鼓鼓鼠 想要牵你过马路 不用走太多地图 下一站就叫幸福 做你的海面包包 一直陪着你拥抱 生活中所有人叫我都帮你拥抱 帮你拥抱 做你的海面包包 一直陪着你拥抱 什么困难让你烦恼 我都帮你洗手条 做你的海面包包 给你温柔的拥抱 生活中所有人叫我都帮你拥抱好 做你的海面包包 一直陪着你到老 什么困扰压力烦恼 我都帮你洗手条 谢谢 掌声给我们楼楼 太好看了 太酷了 这个舞台太匪夷所思了 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小鱼缸 以为是很简陋的一个 头皮手课 后面你知道一点一点惊喜 然后特别很期待 那几个女孩会演什么 后来水母 瞧吧你明白的 而且你看到她挂起来的时候 就已经觉得很厉害 后来她们就开始横着游 已经很厉害 然后开始翻圈圈 还有一段篇门 龙龙其实我希望这个作品 又再次出圈好不好 谢谢 因为我们龙龙有一个出圈的外号 叫做情歌转换去 什么叫做情歌转换去呢 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歌 我们龙龙唱出来 都会有那种软软的情歌的味道 所以今天呢 我们总结了一些 经过龙龙改编后的出圈歌曲 我们来看一下 有人说你永远可以相信 汪苏龙的改编的 甚至是一些网络歌曲 他也可以转变成龙式情歌 像这首经典歌曲 你一定听过 还有这首一听就让人像舞动起来 我很好 我不害怕人 但人把我伤的遍地里伤 汪苏龙说 他明明可以是一首情歌 我不害怕人 但人把我伤的遍地里伤 网友都说 一整个被温柔封裹住了 像吃了奶糖一样甜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 汪苏龙还有什么眼前一亮的改编呢 还想看 意犹未尽 好有意思 没听够 那我们这样好不好 我们现场也开放一些点歌的环节 大家有什么想听龙龙改编的歌好不好 《你要结婚了》 谁要结婚了 什么 不是你要结婚了 不是你要结婚了 谁要结婚了 是不是最近网上有一个 就是很魔性很火的一首歌 叫《你要结婚了》 我知道那个很火 我觉得那个还挺 就是挺 挺难改的 是不是 挺活换挺难改的 看原版好不好 好 来到这下 你要结婚了 幸连不是我 在这无人的角落 我偷偷眼泪磨 没有 还好 听完了过后 我一定要就是 那个澄清一下 真的是导演组 让我推荐这首歌的 不是我自己的听歌品味是这样的 好吗 好吧 这个难题真的是导演组书的 不是我书的 龙哥对不起 这个难度太大了 好 哎我知道这首歌 我还挺喜欢的 哦呦呦看了有戏 好 结婚了结婚了 来来来来这吧 来这吧 好不好 这也能改吗 这真的能改吗 来我来看热闹 我还挺喜欢的 真的有才华 嗯 喜欢 你要结婚了 哦 哦 哦 新浪不熟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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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无人的角落 我眼泪偷偷摸 哦 新浪不熟 我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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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新浪就是你了 就是你 龙哥你早唱这首歌 新浪就是你 真的 真的 我觉得弹琴的龙龙好有魅力 对不对 对 简直就是把这个歌 全方面整容了 都不认识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有一个出圈 宝藏情歌的挑战 我告诉大家 这个环节 很多朋友都要上台来唱歌了 非常期待好不好 我们先上一下道具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游戏是这么玩的 我们一共有四组嘉宾 依次会在现场演唱情歌 那每一首情歌的背后呢 都藏着一件神秘的礼物 对 那在每一首歌演唱结束之后呢 另外三组的队员 就可以开始抢答了 如果答对的话 可以直接把这个礼物拿走 如果答错的话 将会进行喷气惩罚 那我们第一组的 这个出场的嘉宾呢 是我们的弟弟和我们文静姐 哦 好 弟弟 我想问一下 是值得争取的礼物吗 非常值得争取 真的很大 非常值得争取的礼物 那你能告诉我们一下 就是方向吗 呃 大家注意听我们的歌词哦 明白明白 懂了 答案就在歌词里面 懂了 好的 第一首歌是 超级流行的一首歌叫做 Lover Boy 拜拜 DJ Drop B 把手给我举高点 成都 in the house 南京也 in the house L.A. in the house Ellipostor in the house 上海 in the house 台北香港 in the house We got Thailand in the house Atlanta in the house I may see you my honey Don't you 我是一个被你变犹豫的小丑 好听 哦耶 每天都有情话 相不相听 Just tell me 求求你给个回应 让我开心 I'm ready Oh I'm not a player 但你总不相信 想把自己变衰 只为了承托你 When you need a lover 随时可以call me Just call me Just call me Just call me Hey Hey 你不用漂亮 所以已经很漂亮 我随时准备好 迎接这场较量 你不用聪明 虽然已经很聪明 在不一样的世界 和一看一样的风景 你不用假装 其实你不用假装 再一点远离 我也下完也鸭当 你会不会鼓励 其实你不用鼓励 让月亮代表 我还不在地球上 But the player 但你总不相信 想把自己变衰 是为了承托你 When you need a lover 随时可以call me Just call me When I'm in the house Just call me Be the work Be the work OK OK 我觉得刚才这个环节 只有贾琳姐 在认真地想这个答案 我是真的认真地猜 你要享受音乐 不 但是他们 因为也都是假唱 我们一会儿你再放一遍 姐 真的唱了的 但是呢 电了 电了点 电了一点 听到那么一点点 有半开麦 我有听到半开麦 而且中间有一段半开麦 就是本身录的声音 和自己唱得还不一样 所以感觉四个歌手在打架 好 When you need a lover in the house 香港 in the house Just call me 不重要 你们想不想要礼物 我有现代要礼物来 这不是一个唱歌的环节 好吗 我知道 我知道 弟弟和文静都有在暗示我 我觉得 有一说一 这一组暗示真的挺明显的 真的挺明显的 Vivo 12 手机 太明显了 叫我叫我 Vivo 12 系列手机 喷呐 不对 再想想 想想歌词 我们已经猜到了 但是我们决定就是 让你们先说一说 显得我们更聪明 对 俊俊上 俊俊上 没有 我毫无头绪 到底是什么 随便说一个 随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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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房子 送你一个大房子 是吧 我感觉不对 因为太简单了 是不是 有个房子 有个房子 对 其实就是很接近了 长沙那个香江旁边那个江景房 就是我们这个答案的 所以我要被刺了 是吗 对 你确定是这个答案吗 你怎么跑这么远 长沙喷喷它 怎么玩游戏搞得这么假 真的是 看不下去了 因为弟弟不好意思 弟弟他客气 他有很多地方 你回去 你回去 在一个地方 有很多地方 这样吧 给大家一点提示 在那个上面有很多的地方 稍等一下 我看见贾琳姐举手了 你是第一个举手 你猜姐 你先猜 地图 地球仪 肯定不对 很接近了 李儿姐 地图 地球仪 还不太快分呢 怎么回事 真游戏 后来玩游戏就认真了 我发现那个裙子 你这个裙子 你可以就是那个 COSE那个玛丽莲蒙鲁 我在这边喷 来 美的 好冷 何老师 凉的是不是 地球仪还不对 接近了 想一想 我给你们个提示 就是把俊俊的 和贾琳姐的答案结合一下 就是这个礼物 地球仪跟那个House House 导航 航 你要玩防晓要车是吧 还有吗 不得不说这个逻辑是对的 那不是结合以上吗 答案不对 答案不对 再想一想 对 再回一下刚刚的歌 成都 in the house 南京 in the house 这么多的House 他们这么多的地方 怎么能够出现在同一个House里呢 Big House Big House 我知道 我知道 世界之窗 哇 喷的 很接近 我再提示一下吧 我的礼物里面有这个主题的 啥玩意 大富翁 大富翁 对了 大富翁这个答案回答正确 为什么是大富翁呢 大富翁不是得哪走哪买房子吗 我那个应该对吧 世界之 哦 之窗 之旅 之旅 能够理解到我们这个提出的这个逻辑了吗 对不对 好 那恭喜小男姐赢得了我们第一轮的胜利 奖励的一个大富翁 好 我们请我们的这个礼品老师 换上我们第二轮的礼品 完了 他们的答案还是有逻辑的 有吗 有吗 有一点逻辑 我们的答案连逻辑都没有 严丝合奉剑 放心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第二轮呢 是我们的何老师 龚俊哥 然后带来的是年少有为 哇 出个好题吧 出个好题 朋友们 接下来你们要欣赏到的是全开麦的演唱 哈哈 哈哈 就是这么有底气 就是这么有底气 啊 不带这么犬的好吗 我跟你讲 而且是什么呢 今天 俊俊到了之后 其实进棚路了 然后下午四的时候唱了现场 我们一致觉得 俊俊达到播出标准 不需要 不需要 对 就直接唱现场好不好 我们全开麦 哎呀 希望 希望你们还是关注我们的演出 不要一直想答案好吗 好 来掌声给工俊 加油加油 稍等等一下 你调一下麦 老师 我的麦麻烦湿一点好不好 湿一点 歌手湿音 歌手湿音 对对 歌手湿音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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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继续提点要求 这个麦有没有要求 呃我的嗓子啊 诶 来 麻烦 麻烦改一下嗓子 哈哈 好来吧 加油 天是一只杀 哇 好棒 没对 没对 他放的 你放错了 没对 你放错了 没对 这就是全开麦 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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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了我们要真唱 怎么回事 孩子多实态 这不对 没有我的事 没事我就是真唱 后面后面的老师 我们真的要真唱 真唱 真唱 来 我跟你说 龚俊 你把自己的难度越高越大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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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坑 再来 你可以的 可以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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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电视一直闪 真声 连落方式都还没闪 你带我的好 我却措手毁掉 也曾一起想 有个地方睡觉吃饭 可怎么去熬 日夜点到脸头宽 也凑不到墙板 被我砸烂 到现在还没修 一碗热的粥 你怕我每个都留一半带走 给你形容 被耗尽后你长长眼睛挥红 原来心疼我 我那时候不懂 假如我年少又为不自卑 懂得什么是珍贵 那些美梦 没给你我一生有愧 没给你我一生有愧 祝我年少又为 我一生有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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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水 好 来 布布 解酒药 我来 家里 二锅头 好 二锅头 不对 喷 鸡排 比 酒杯 A 非常非常的 错误 错误 不可能这么简单 你们一直围绕一样东西在想 来 文静 红包 什么 红包 因为结婚要给红包 因为结婚要给红包的意思 是吗 对啊 没什么钱 然后要给他红包 分手怎么可能有红包 噴他 分手礼 在婚礼上 歌词非常直接地唱了 婚礼上多喝几杯 对 这里面不会藏着前男友吧 没 那也不能送个前男友 婚礼上多喝几杯 往前 往前想 哎 热粥 因为喝了一半 不完全准确继续穿 组织语言 一碗粥 不对 早饭 又远了 一碗热粥 不对 错 这么严格 甜粥 不对 剩的粥 皮蛋瘦肉粥 不对 资米粥 资米粥 等一下 何老师他们开了一圈了 都没有接受惩罚 喷 喷 喷一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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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啥也没说 啥也没说 他喷我 他抢走了我们第一轮的礼物 喷它 对 喷它 我感觉很近了 组织呀非常接近了 你想想看 你想想歌是怎么唱的 一碗热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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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得是我贾连 恭喜你得到了半碗热的粥 真的是热的 我只想知道那半碗是谁吃的 因为他 谁剩的 歌词里面是剩给他半碗 留了一半给我 一碗热的粥 你怕我每个都留一半带走 所以说刚才何老师和俊俊在之前说 喝酒过后要类似是不是这个意思 他们在混霞我们 是这样的 我和俊俊确实是沉溺于这个争唱 没有给你们什么提醒 何老师你知道我们所有人都误会了 因为你到那个 一碗热粥 对 然后最后一句 龚俊还说了 在婚礼上之前还说 注意听 注意听 她的意思是 她的是注意听 我唱的多好听 最后一份大礼是由我们的贾玲姐和笼笼带来的花豪月圆夜 来吧 但是我们的这个答案有点跟这个无关 静静地欣赏我们俩唱歌就好了 或者大家听听什么是这首歌里没提到的 这有可能 好吧 这个提示给的 演绎吗 演绎吗 我们俩要唱 演绎一下吧还是 啊 又来这 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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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入睡 为何你呀你 不懂落花的友谊 只能望着窗外的明月 月儿高高高 月儿高高高 弯弯的像你的美 想念你的心 只需前进不需对 我说你呀你 可知我谁非无情 在你飘向天上的宫圈 就在这花后月圆圆 两心相爱心相约 在这花后月圆圆 有情人买成双胎 我说你呀你 这世上还有谁 能与你 鸳鸯喜水 一双双飞 你们的表演就不应该拿麦 横出手来唇叶 真的这一段像排过又像没排过 假聊拿着麦一边对着嘴一边跟我说来转我转我 不是我上我开始之前我问他我说我们俩要演的还是那种不演的演呐演呐 我没想到是这种演呐 应该应该不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以为就是那种稍微带点情绪的那种感觉 你们俩这刚才真的成功的吸引我们全部的注意力哈哈哈哈 但是演出了这种感觉 哦 你再想一下就是我们俩这个圈还挺重要的这个我们俩一起就这个圈 刨拉圈 哈哈哈 不是 ownership 哈哈哈哈 来吧谁还打 我希望能够有个机会拍一下贾 dich的脸 他过来喷俊俊 卡女人手无不及之力 贾琳姐玩的不易的 哈哈哈哈 那表情 咱俩这个这么牵强 喷人的时候留点 有的有的有的 有在也在歌词里 有有有 把歌词放出来 把歌词放出来 歌词里面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这几个字 但是有那种感觉 有 哦 有两个字 有两个字 我们俩这个圈还挺重要的 哦 火锅鸳鸯锅 等一下 确确定确定一个答案 火锅 不对不对 何老师差一点点 确定一个答案 鸳鸯锅 鸳鸯锅 对 好 是对的吗 错了 那是 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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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鸳鸯火锅 哇 尽快 哈哈哈 作为一个重庆人这个题对我来说太简单了 哇 我就是为了我跟你说我就是为了报复何老师 饭碗热粥 刚才是谁让你对的 这个时候一抱我 我这种忘恩自义的人 你真的忘的太快了 我就得到一个锅对吗没有果果 而且这锅好漂亮啊 可以回去赐火根 恭喜布布拿到了我们的火锅 哎好玩好玩 好我们今天呢也见识到了这个隆隆的这个音乐才华 在他的歌曲当中的寻宝藏 小星星也变成了万有引力和音乐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发现真的有点甜 哇 那么汪素龙的音乐作品能够出圈呢 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长时间的沉淀和积累 那么接下来我们又会聊到哪位朋友的出圈内容呢 我们进入到下面的环节 欢迎大家来到由你好星期六和淘特APP联合打造的我们特会 今天呢是淘特周年庆 超多的福利在等待大家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淘特APP 上淘特摇一摇马上抽五辆汽车送送送 接下来第二位要出圈介绍的朋友就是我们的广告小王子 俊俊 道士也不用这么夸张姐 谢谢大家 没有因为刚刚听过了俊俊的歌声 觉得她的那个拍照的模特的那个更期待了 是不是 很多朋友都熟悉俊俊的现在的作品 其实我们考古发现呢 俊俊是做平面模特广告模特出道的 对吧 对 我们导演组呢找了很多俊俊早期拍广告的照片 好 大家也不用鼓掌 因为有可能也找不到她 好 好 看到没有 前面就是邓超老师了 邓超哥 后面那个喜悦的男孩子 后面举手那个 是 这是大几的时候 是 大三还是大四吧 真好 特别不好意思带超哥出场了 专门飞到巴黎去拍的吗 那也不是 好 这是第一张 我们来看下一张 我发现你拍广告非常爱这样笑 广告都得开心一点 每张都是这样 这个是跟林更新老师的 对 小新在中间温暖的看着镜头 那边不知道我们俊俊在看着哪在笑 每一张的情绪都非常饱满 非常饱满 让我们不由的期待第三张 来 请看 哪一位是我呢 你是眼睛被挡住的那个吗 我是那个穿了一个 鼓鼓的那个衣服 趴在地上的那个 趴在地上的那个 那个 那个后妹是你吧 龚军老师 就是正在刷墙的那个 对 刷墙的是 还是很明显 这个侧脸很帅 非常明显的一个侧脸 很帅很帅 这是我们俊俊早期的一些 这个广告的照片 其实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要完成一个比如说好的拍摄 是不容易的 接下来呢 我们要开始要做一个 非常难的挑战了 我们要请出小样 来帮我们带来这个挑战 谁是POSE王 嗨 大家好 我是小样 嗨 小样 我们的好六团和嘉宾团 要挑战两位老师的拍照技能 先来看看两位老师 在三十秒内 用导演组指定的道具 可以拍出多少张照片吧 好 我们来有请两位老师 有请 来 嗨 大家好 嗨 大家好 我们就是掏空你们爸妈全包的 中老年模特儿 好整齐啊 好实诚的介绍 其实我告诉大家 他们两位其实都非常的年轻 都是90后 所以呢 好 你们什么不礼貌啊 什么就好了 好 我们还是再详细地了解一下 他们叫什么名字好不好 首先请韩先生先来 嗨 大家好 我是模特儿韩文波 平时的主要工作呢 是拍影视广告跟服装 我的拍摄记录最多呢 是单天拍摄376件 最快记录呢 是单见用时1分30秒 一天拍300多件 我的天 老师 老师 有人说您长得跟于和韦老师有点像吗 有 接着奏乐 接着舞 接着舞 好像 好 文波呢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张脸 那么小琴的脸就更加熟悉了 大家好 我是中老年模特儿梁小琴 我从18岁开始到现在 拍摄中老年服装已经12年了 我三天最多是拍过400件 我一分钟可以拍出140多张照片 1400件 一秒钟可以拍差不多两个动作 这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先要请小琴和文波来打个样 好不好 对 看他们能拍出多少张照片 然后我们再来挑战他们 3 2 1 1 2 2 有互动了 有互动了 互动一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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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一个舞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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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定点姿势 这下是精神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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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炸了 那一分 太牛了 太炸了 太厉害了 我们首先请老师告诉我们 他们拍了多少张照片 他们在短短的30秒内 116张照片 哇 我要告诉大家他们俩厉害的点就是随便说一个数字 把那个照片调出来都是成天 是吗 万一如果那张照片有人闭眼了咱们就不就换一张好不好 哈哈 好不好 哈哈 哈哈 那个小梁我们看第100张好不好 好 把100调出来我们看一下 好 好 啊 哇 哇 哇 岁月静好的感觉 奇妙的是他们在拍的时候 你觉得那两个人是完全没有情感的 哈哈哈哈 就两个人像两个人 但是这一定格是有爱的 你看他们俩拍的过程当中 对 真的 好优秀啊 平时我爸妈那手一样推出来的照片一模一样 是不是 这种照片你看了难道你不想淘解M包吗 买 太棒了 来再一次给他们两位掌声 谢谢 表演之前两位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口诀好不好 第一句就是微笑要想不出错 舌头要去顶上额 像我这样 第二句呢是大笑想要感染力 八颗牙齿要露齐 可以像我这样 好 我们的第三句呢就是动作要想很有型 身体左右要呼应 向左走头就可以向右看 向右看 哎呀 是那个 是那个 最后一句呢是 气场想要不能输 有事没事走两波 有事没事走两波 太可爱了 好谢谢两位老师 来请坐 请坐 小样 我们第一组找谁来挑战 那就让好六团和嘉宾PK吧 明白了 可以给你们打一个折扣 在30秒内完成80张照片 可以 对 我们第一组嘉宾呢 是我们的神魂剑导组合 王鹤蒂和蔡文静 什么 什么时候我们就成了一个组合了 下面就是 蒂蒂和文静的挑战了 老师我有一个请求 就我想增加一下自己的信念感 我想要你那件外套可以吗 可以 老师我的外套您来一点吧 也行 来 还有什么要毛山要吗 有纳问了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跟他们一样吧 你现在这我现在这 你过来找我我就站起来 我过来找你 他们真的很精心的在编排 是还有剧情吗 你一玩我我们就往前走 走完就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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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准备 都凹起来了 开场的姿势就很好看 三 二 一 没事没事走两步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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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来卖货的还是罚货的 完了 我觉不觉得他们这三十秒钟好漫长 好 可以看出来他们很努力了 自己的一段称不够时间 中途都放弃了 太难了 谁想到的姚炳这个 我也不知道 就塞我嘴了 不是 我说的我刚刚和解释 我说就像老师他秘业 先各自在各自的地方 对各自精彩 先发挥一下 对 然后再你来找我 然后再站起来再互动 对 结果一开始我觉得没过两秒钟 他就过来了 好 我有点着急 小样 他们两位刚才拍了多少张照片 刚才我们好溜团拍出了84张照片 恭喜你们达标了 好厉害 达标 可以请我们的老师来点评一下 他们刚刚表现得怎么样 虽然他们穿着我们的中老年服饰 但是蔡老师拍出了活泼的感觉 像这个我是永远不可能拍出来的 十分喜欢 忠惊有一度 还跳起来了 我觉得下面命运交给他们自己 他们拍了84张对不对 你们自己选一张 选一个号 你想选什么 听你的 我想选我们蹦起来的 80多张照片里面 66 66大顺 好嘞 我们要看第66号照片 吃饼 他的嘴很努力 还有那个饼飞出来的沫沫 看到没有 好 非常精彩 来掌声给我们的王鹤地和蔡文健 谢谢 这老师的工作还是非常的辛苦的 是不是 对 如果在夏天穿成这样拍摄真的很热的 而且他们要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 你说一天四百套衣服 就穿成脱脱真的很累 是 太不容易了 那么小样 我们接下来邀请谁来挑战了 接下来邀请出我们的俊男靓女组合 贾琳和龚俊 姐 有没有信心 放心吧 我们俩这样好不好 我们俩先把我们俩的剧情规定好 好的 就是你在等那个 什么样的环境 媳妇就是出门 好 然后有一点很不耐烦 然后看手表什么的 然后品查看报纸 好 姐 我们 然后我就在试衣服 对不起 我觉得姐我们得甜蜜一点 我们得甜蜜一点 甜蜜一点 就不能不耐烦 不然没人买我们东西了 好 有道理 然后你一说几点了 然后我就回过来 然后走向你 然后就是 焦羞一下啊什么的 可以 好 好了准备吗 好 天呐心里好紧张啊 哈哈哈 你就跟上他的节奏就行 好吧 假流穿的跟背景一模一样 哈哈哈 顺色了 有的靠色 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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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挑战 开始 3 还没开始 開始 1 哈哈哈哈 哈哈 olive 哈哈 哈哈 我要不理了 哈哈哈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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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出来六两步 再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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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来 阿姨 看出来非常迫气 根本不看对方 最后还有定点姿势 两位是在自己家里迷路了吗 还要去方向 是想先出门 然后她说 再上个厕所吧 有一趴俊俊一直在拍贾琳姐 然后贾琳姐没有你 然后贾琳姐 你一直在关注的那个影视 特别像俊俊家里面请了一个保洁 琳姐 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俊俊还拿着这个给我看 补补 这就是 姐补补 告诉你没过期 贾琳一回头 俊俊就过去拿东西 俊俊刚刚递给她 贾琳 姐 她就不理了 你不知道吧 她这水递了好几次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一直在拍你 姐 我不知道 完全没默讯 太精算了 有一种我不是很爱她的感觉 而且龚俊喂水连盖都不开 对 对 还能再敷衍点吗 已经没来不及 刘俊还伸嘴 好 我们先问一下小样 刚才我们两位 到底拍了多少张照片 有没有达标呢 刚才我们的嘉宾团呢 拍出了86张照片 恭喜我们达标了 可以了 好厉害 我看来更像一幕 两个年过半百的老人 两个年过半百的老人 在互相照顾着生活 在家里找路 迷路了 年过半百的老人 在家里找路 互相搀扶 家太大了 但是那种老年人的姿态表 表现得特别好 对 而且不知道他们俩 为什么一起要出门的时候 两个人同时顺拐 对 好 来 我们挑一张照片好了 好 86 挑出门的那个是哪个 1到86 我觉得出门应该差不多在后面了 好 66 66是吗 就跟他们PK一下 对 我们拿我们的66 P你们的66 我们有信心 好 我们先看他们俩66号的照片 这张很好看 好棒 好棒 有一种回家过年的感觉 可以 太好了姐 我们俩可以 姐 我觉得我们这个广告 可以接那个导航 导航去哪儿 为你指路 我们可以带我了吧 而且重点是 这张照片是有动感的 对 你能发现它真的是有 老公我们走 走 走两步 来 我们掌声谢谢龚俊和贾琳 好 太精彩了 小样满不满意 我还是挺满意的 不过呢 我觉得他们两个的POSE王决出 到底是谁呢 是不是应该由我们的老师来评判一下呢 对 哪一组更优秀你们觉得 我更倾向于王老师和蔡老师的 我把这个分主要是想给他们吃饼这个环节 对 出了一分 好 文波你觉得呢 我也觉得第一组的老师更好一点 对 所以我们决定把POSE王搬给第一组的老师 祝贺弟弟和文静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姐我们就插了吃饼这个环节 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比赛还有一丝丝失落 你说这个很奇怪 因为我感觉我们刚才明明表演得很好 对 我们喝了很多东西也吃了 再接下来我们也谢谢两位特别出圈的老师 谢谢他们的专业分享 来掌声给小群给文波 谢谢 谢谢老师 小群谢谢 谢谢两位老师 我觉得贾琳一开始的时候肉眼可见的紧张 是不是 紧张 一开始就真的 而且人家不是瞎比的 人家是每一个其实都是有那种 有点的 对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 时间越往后越慌 对 越没有东左摆了 是 对 好 刚才我们体验了这个平面的拍摄 那大家知道广告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动态的拍摄了 那下面我们要给大家出一个难题 就是要请大家来为一些产品做很难的这个广告创意拍摄 首先我们要代言的就是现在很出圈的棉睡衣 棉睡衣 每一个湖南人民都有一件棉睡衣 神福 好 我们要请刚才就是冒和神离 但是已经建立了一些些默契的我们的俊俊和贾琳老师两位 好不好 来为我们的棉睡衣大眼 冒和神离 冒和神离 棉过半百的 我前面要有一段字述吗 可以的 可以的 年度大戏 来 预备 我等你啊 行动 失恋的音乐 好冷的天 我一个人 独自在这马路上 等着我的爱人 好冷 小姐姐 这么冷的天 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呀 我 我新买了一件棉睡衣 想不想感受温暖的温度 我 我在 我在这里 等我男朋友 等我男朋友 等他跟我分手 但我又不想跟他分手 可是 又不得不分 又不得不分 你看他来了 我好像看错了 你确定 刚才我在前面说话 不知道你在后面干什么 你这个棉睡衣 看着好温暖啊 所以 可以把他送给我吗 所以 可以把他送给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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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 小姐姐 太好了 太好了 这样 我跟我的男朋友 OULDEN 一人有一嵌了 一人有一嵌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好的 好吧 好 好吧 而且 好 는데 你看 谢谢你 谢谢蓝 就天下有情人 都有年睡衣 我刚才在前面说词 龚君在后面干嘛 我没看着 特别精彩 特别精彩 就是他说你一个人在这 他要给你披上 后来他听说你再等男朋友 他又披回给自己 他可忙了 结果就成了甩印度飞饼 对 好 谢谢角龙 谢谢龚君 非常精彩 谢谢 好的 不知道卖得好不好 好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 棉睡衣的创意广告 好 下面我要请布布和小棠 为我们带来 大芒果的创意广告 好 来喽 哎呦 来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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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呐 没事吧 这位美女 我太难了 哈哈哈哈 这位美女怎么了 快快快 你看 你就没有舞台经验 刚才贾连 他刚才试了一下吧 对 试了一下 发现是空的就没做 哦 这不能坐着 没事吧 太吃了 除了丢脸 太丢了 哈哈哈哈 导演所 把他们的名字都记一下 出去谁说了 这件事 不许说出去 好 准备啊 好 自信一点啊 来 哎 再检查一下 哈哈哈哈 预备 Action 小达 你知道热带是什么味道吗 是芒果的味道 是芒果的味道 说早了 再来 是什么味道呢 是什么味道呢 是芒果的味道 哎呀 让我听 是芒果的味道 一段漏洞反出的 哈哈哈哈 芒果的味道 我知道 这是你的芒果 来 哈哈哈 不 嗯 啊 哈哈哈 吃货 来吃个大芒果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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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你知道这是什么芒果吗 什么芒果 芒果很永久 一颗很久远 一颗涌流传 哈哈哈哈哈哈 芒果很久远 一颗涌流传的盲中贵族 啊 啊 一颗楼 太好了大芒果 大大哥大芒果 金黄色大芒果 美味又毒色 要吃就吃大芒果 哈哈哈哈哈哈 最后温馨提示 芒果最好 可不要贪吃哦 哎呀 小胖小胖 我以为你摔了一张是个意外 哈哈 没想到你摔的那一张是个意外 哈哈 你看这个 他真的拿不起 哎 想的可以 哈哈哈哈 我只能说 辛苦二位了 哎呦 哇 啊 刚才这段表演 要不是有后面的植入 很有可能会剪掉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植入 这个表演 它非波不可 哇 哈哈哈哈 哇 但是这这一段广告一定会出圈的 我知道 因为太太好了 太棒了 太棒了 我跟你说 虽然他们两个的表演是磕磕巴巴的 但是呢这个芒果确实非常非常诱人 我呢就特别特别喜欢吃芒果 以前呢你要想吃到最好的芒果 可能要去比如说找海南的朋友给你寄啊 特别是这个金黄芒 果大多汁 果肉还特别细腻 24可以纯甜 现在就不一样了 现在有陶特就方便了 以前一百块钱一箱脸样大的芒果 现在呢上陶特APP摇一摇 五斤都只要九块九 何老师别说了 我已经在陶特上下单了 真的超级便宜 自从有了陶特APP 很多源头水果 我都只在上面买了 产地直发 价格实惠品质还高 而且优惠活动还很多呢 哎 现在正是陶特APP 一周年庆的大醋期间 是的 各种福利惊喜 超出你们的想象啊 六百六十六元大红包都有 哇 哇 十五辆五菱红光小汽车 就在今晚全部送哎 而且我听说 还有百万份的免单福利零元拿 吃穿用全年的好礼 今天晚上全部一次性送给大家 天哪 现在呢 拿出手机下载并且打开陶特APP 然后首页摇一摇 陶特周年庆六百六十六元大红包 十五辆小汽车都能立马抽 更有百万份的免单福利 不用分享助力 直接零元带走 确实啊 没有套路的福利 真的很打动我哎 陶特APP 元同时供 好便宜 好了 既然陶特呢 带来这么多的实惠和惊喜给大家 我们也和观众一起来祝陶特 生日快乐 而且呢 我听说呢 今天布布还为陶特写了一首 特别的生日祝福的歌曲 对不对 对那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首 亲爱的上陶特 那接下来我和小唐就一起唱给大家听吧 好 请欣赏 YoYo 一起上陶特 百万件豪博 两亿人在用 风鸣每个角落 海南源头芒果 绝不能错过 实惠的价格 买到香甜快乐 来陶特周年庆 跟随我们前进 买到源头只供 物美价格便宜 赚到上桃红利 赢得免单权益 快摇一摇手机 记住这段旋律 Say Happy Birthday to Tauter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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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特 生日快乐 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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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们俊俊带来的这个模特的这个 出圈的话题特别有意思 因为其实看似光鲜亮丽的模特工作呢 其实背后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这个辛苦和努力 我们说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只要我们热爱本质工作 其实也都可以在频繁的岗位上面呢 做出优异的成绩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 俊俊拍摄的这个广告大片的时候 越来越自信 然后影视方面也有非常多的 很出圈的正能量的作品 我们也预祝我们俊俊后面的作品 也更加地受到大家的喜爱 谢谢 接下来要聊的就是我们最出圈 最可爱最受欢迎的大女主 我们的嘉小流 下载淘特APP 摇一摇 免贷不利百万份 五千芒果九块九 提醒您身后看点 通过 想慢慢的靠近 通过 又见面了 是啊 好巧 你演员不要这么辛苦 在这儿 纯情一点 纯情吧 女演员不要这么做做 不要这么做做 慢慢的靠近你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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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高兴 饱了 来下一位 下一位 给了我们两个颜值 顺手把其他的窗户全关上 您好星期六首席合作伙伴陶特摇一摇 免贷不利百万份 五斤芒果九块九 你好星期六 精彩看不够 欢迎各位来到由Vivo冠名播出的 你好星期六先锋影像旗舰Vivo S12系列手机 全面出色自然出众 感谢首席合作伙伴陶特APP 上淘特摇一摇 再加马抽 五辆汽车 送送送 上微博搜索 你好星期六 参与话题互动 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锁定你好星期六 学习突圈新技能 接下来还有哪些嘉宾带来的精彩大秀呢 请大家敬请期待吧 今天呢我们要和贾燃一起来合作了 大家都知道她除了是全球的票房冠军的导演之外 也是最受观众欢迎的女主角 那么我们贾燃的魅力在于什么呢 就是男人都喜欢她 女人也不嫉妒她 何老师 其实我一直想反驳这句话 是不是 女人不嫉妒我是好话吗 好 那大家都想跟她合作 做她的男主角 那今天来的男生运气十字太好了 因为我们节目把贾燃请到了 你好星期六的现场 而且呢还设计了一小段的这个情景歌舞剧 我们要选出这个搭档两两组队来进行挑战 而贾燃呢也会选出一位男生成为她今晚的男主角 那今天是这样的 我们有三位现成的女主角 包括我们的贾燃 请站到这边 另外呢我们还有五位待选的男主角 弟弟 波波 龙龙 还有俊俊 还有我 好 首先是成立组合的时间 先挑选搭档 贾燃 你来安排 我安排 对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出圈也是靠颜值 没有什么真实力 难住了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是何老师和小唐 行 我想问一下原因呢 你们就叫丢脸组合 我跟你讲 既然你这么看不上 我们今天要第一个完成 没错 你要选搭档是谁 我选龙龙吧 贾燃姐 我想要的男主呢就是 五官端正 面容较好 身材标志 然后呢 眼神有戏 和我搭配出来有点化学反应的 我跟你讲 你这话出了 你不管选谁 你都得罪另外两个 真的 不忍自己留后路 反正做什么选择 都是贾燃姐为我选择的 没有我们是更看男女主自己的那个化学反应 是不是 所以你自己选 哎呀 我的原则就是呢 就是你们 怎么呢 想跟我极限拉扯 怎么你的眼神一直在 弟弟和俊俊两个都不忘我 就是你了 布布 来 我千双万双没双到我和俊俊轮空了 哎 那接下来呢就请我们本期的导演 也是我们一会儿各位的考官 我们的小方老师 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规则 欢迎小方 欢迎我们的导演 哎呀 小方是考官呀 自己人 好 首先我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规则 待会呢会有两位戴卫的演员来跟大家演示一遍 今天大家挑战的情境歌舞剧是什么样子呢 快速地记住他们的舞蹈动作和规定的台词 明白 演示完毕之后呢 到后方的原舞台去进行考核 哦 对 最后一组完成考核的队伍呢 就要一次性喝掉一整扎苦瓜汁的惩罚 哇 整扎 这个苦瓜汁是我们纯纯地对过的 我的天呐 我想问一下老师会不停地在这跳吗 不会 老师只会给你们跳一遍 如果大家有想再看一次的这个想法的话 我们给你们机会 每一组喝六杯苦瓜汁就可以获得再看一次 一杯大概就这么多 对 每一组六杯 申请先尝一下今天的这个度好不好 咱纯糕 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上的 真的苦对不对 这期是特调 今天是巨囊 人工 是真苦啊 姐你拿都拿了 你尝尝 现在呢 大家呢 已经知道我们的规则 也知道我们的这个 这个 一路不够的 这个比较残酷的这个惩罚了 是的 你们现在有一次交换队友的机会 现在选择换不换 交换队友 我跟小唐不换了 我觉得我找到了我的信心 因为他跳得好 我能喝 我那个何老师 我想换队友 何老师 有人被嫌弃了 为什么 小唐姐 我那个 我知道他的点 对 他得要个个高的 行 我挑一个弟弟吧 谢谢你啊 来吧 来吧 那我跟俊俊 我跟俊俊也不行吧 那这样我跟俊俊 然后再跟隆隆 这个规则可得整明白了 我是可以的 我突然跑单了 我最近接单了 接了个什么单呀 接了个孤单 来 接下来请两位代卫演员 给大家来演示第一遍 Action 又见面了 是啊 好巧 还记得上次见面的时候 还是上次呢 还记得上次见面的时候 还是上次呢 是啊 好巧 好巧 想慢慢地靠近你 从身后抱紧 听你的呼吸 慢慢地靠近你 怎么才能引起你的注意 很好 好难啊 好难记 哎呦这太难了吧 我完全记不住动作呀 这个是又见面了 好巧 好 又见面了是不是 又见面了是不是 然后我走到你左边 又见面了以后 然后是什么话 这还能问别的队友吗 咋被比赛弄过来说不去 请大为演员把舞台转过去 好 我在这儿跟大家提醒一下 包括歌词也要记住 歌词 有歌词吗 有 想慢慢的靠近你 对 就是这一段 刚才没说 刚刚没有说要记歌词这个点 你如果要记歌词的话 我笼笼我可不换了 怎么呢 现在想要我了 现在想起来我了 那不行 那再给我们来一遍 那得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Action 又见面了 是啊好巧 还记得上次见面的时候 记得上次见面的时候 还是上次 还是上次呢 还是上次呢 是啊好巧 1 2 3 想慢慢的靠近你 从身后到尽听你的呼吸 慢慢的靠近你 怎么才能引起你的注意 我说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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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咱俩行吗 这个啊 我会了我要考试 啊 你要考试了 对 何老师上 何老师打个样 我们去考走 走 既然你这么看不得到 我们今天要第一个完成 嗨 来了 准备 来 全情投入本啊 看好了 一滴裤子啊 准备好了可以开始 Action 啊 1 2 3 慢慢的靠近你 手上把这包紧 听你的呼吸 慢慢的 我靠近你 入你的呼吸 I'm wanna 哦 哦 来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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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哇 通过 耶 耶 一二 然后 快点 我们在疯 怎么这样 我们都在等你们 陷入一筹莫展的朋友 可以考虑一下 小 tures 我们这些 我废带 على哪个 哇 溜杯溜杯我们俩算 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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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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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都过了过了对 真的假的真的 上上上我们上 这不是你再看一下看一下 对对对 好巧 好巧 哎不行 倒下倒下 这个拉下来拉下来 拉下来 因为我们俩关了太多站窗户了 哈哈哈 过了 这样吧 我跟何老师给你们交吧 我们已经过了 我们只要三杯 你们喝三杯 都可以听我俩的教授 我喝 我喝 弟弟 我也要 我也要 教教教来来来 我也要 不要做了 我喝我 教过 那我跟汪老师 我们只要三杯 来吧 喝了三杯了 何老师 我们也喝了三杯了 来 从每个抱紧 听你的呼吸呼吸 慢慢的靠近你 还能好苦啊 好像好 这么样才能引起你的主意 慢慢的引起你的主意 然后就是 我喜欢哦哦哦哦哦 就可以了 我喜欢哦哦哦哦哦哦 怎么样 走我们去 走我们去 活了啥也不会啊 哎第一句词是什么呀 哎第一句词是什么呀 来下一位下一位 后面来走 啊我们是不文静 我们是不文静主啊 老师啊 老师好 我当你的副考官 来你来坐下 哈哈 别 别 别 你还是 你是主 王老板 对我们好一点 来吧 一二三 走 最近怎么样 最近 好 位置就错 一上来位置就错 下一位 下一位 我们再来一次 行再一次 一二三 走 让我的靠近 这时候男生两位 有一个动作上的一个 你要去到他的右边 对 那我们最后来一次 再一次 让我来靠近你 让我的靠近 说话 那时候就换位置了 我建议你们 先再去喝六杯苦瓜汁 再看一遍 我们喝了太多了 我们都喝了八杯了 何老师那边 只要喝三杯就可以 早早喝苦瓜汁 来 预备 反了 位置站反了 对 预备 开始 没有 前面一个 一二 一二 三四 想慢慢的 不要动 女生在这不动 男生过去 预备 起 想慢慢的 靠近你 慢慢的 拳进你的呼吸 对 对 一二 转 两下 面对面 腿 对 好 慢慢的 靠近你 老师好 这是第一届优秀毕业生 师哥 你们这个节目门槛挺低的 就毕业生就能当偏外 谢谢 再一个 老师 对不起 老师 我道歉 我同学不会说话 不好意思 对 我嘴巴 我 我自己他自己 来一次机会 后面已经等着了 行动 反了 位置站反了 反了 位置站反了 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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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准备好开始 好 准备好了 一二三 行动 好久不见 是啊 好巧 还记得上次见面的时候 还是在上次 是啊 再一次 你们两个呀 现在稍微一点轻飘 我需要看到你们两个人真正的 从心里的对彼此的爱 干净点 没有 没有 戏不要那么多 OK 再一次 再一次 爱意 好 来个更好的 对吧 一二三 行动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好巧 想起来上次见面的时候 还是上次 是啊 好巧 五六七走 不要动 女生在这这么动 男生过去 一二三 想慢慢的靠近你 从身后抱紧紧听你的呼吸 想慢慢的靠近你 要怎么 才能引起 才能引起你的注意 让我们恭喜让我们恭喜赵小棠王鹤地成功毕业 何老师 又有两位同学想上您的课 是不是得先交学费 三杯 我们没有六杯 我只要三杯 好 好不好 好的 我给你拍一下 来 割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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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大家先先先把文系拍了 你先在这儿 记得上次见面还是上一次 然后你再走到这儿来说 是啊 是啊好巧 然后就开始 一二三 走走走走走 一三三 走走走走 慢慢的 一二三 再慢慢的靠近你 对对对对对 从身后抱紧听你的呼吸 对对对对 去考吧 可以了 词才算是 慢慢的靠近你 从身后抱紧听你的呼吸 慢慢的靠近你 要怎样才引起你的注意 我记住了一句要怎么样才引起你的注意 从身后抱紧听你的呼吸 好好好 想慢慢的靠近你 从身后抱紧听你的呼吸 行了 导师下去吧 换我们了 哎 别别别 来 咱们一起看看他们 好好好 来 静贴听你的呼吸 是吧 要我们了 加油 来吧 女生位置算反了 女生在这边 好 来 哈哈哈 来 开始 又见面了 是啊 好巧 女演员不要这么欣服 在这 纯情一点 纯情 对 你还是个学生 好 纯情吧 你纯情了 纯情了 纯情了 女演员不要这么做做 不要这么做做 好 下一个 给了你们机会 快快快 冲一下 没过吗 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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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给我们留机会 谢谢大家给我们留机会 是啊 上一次见面 还是在 上一次呢 让我来靠近你 这么突然呢 中间有一个部分被你们吃掉了吗 老师主要是虎瓜水有点反胃了 下一种 哇 哈哈 哇 对 背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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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 哇哦 哈哈哈 我觉得还可以再熟练一下 啊 啊 背头 哈哈哈 下一种 最后一次机会 这是如果有咖 我就不给过了啊 啊 一二三 让我来靠近 你怎么靠的 你要过了 下一种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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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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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这边 哦 哦 哦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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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了我们两个颜值 顺手把其他的窗户全关上了 哈哈哈哈 没有窗户 看死的 哈哈 哦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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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背对他 对 这会有人给他脱疼吧 哈哈哈哈 背对他 背对他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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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过半百的一顿夫妻 OK OK 我们哪 来 哈哈 看一下王者的表现 学一下我们呢 学一下我们呢 来 三二一开始 又见面了 是啊 好巧 我记得上次见面的时候还是上一次的 是啊 好巧 哈哈 小慢慢的靠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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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有两队的表演 已经可以到 要VIP令付费刚看的地步了 太精彩了 布布跟蔡文静 他们两个最后唱歌 这个主要是苦瓜汁喝多了 很反那个味的感觉 布布在开场的时候告诉我 他不会跳 我不相信 我说我不信 现在我真的想信了 我说他知道了吧 我们谢谢一下两位老师 好不好 辛苦了 谢谢 好 俊俊刚才跟贾琳老师 合作的感受是什么呢 谢谢贾琳老师 这个 没有 起鼓相当的对手 对手 没有任何优点 那贾琳怎么样 跟俊俊的合作哪一毛 感觉就是 看完俊俊的那个 颜值 演技以后 就觉得老天爷是公平的 这老天爷是公平的 其实刚才有一个瞬间 是非常的 心疼咱们的舞蹈老师 我为了 后来为什么开小班 就是我跳了 我就交了两遍之后 我发现好累 就做一件事情 当你不停地去循环练习的时候 就好像一万小时定律 就你在一件事情上 不停地坚持努力 你一定可以达到 梦想的顶峰 是不是 今天我们聊出圈 其实出圈是没有捷径的 像我跟贾琳认识非常多年 其实我每一次看到他乐呵呵的出现的时候 都能够想到他背后创作的这个付出和艰辛 今天的这个高光时刻 永远都不是出圈的最高点 我们也期待我们贾琳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更多出圈的作品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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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今天这一期节目 我发现呢 各位的出圈都不是偶然 之所以出圈呢 有汪素龙在音乐创作上 十几年如一日的热爱 有进去不管是拍广告的时候 还是现在拍戏的时候 都有这种面对初心的 坚持付出的认真的镜头 还有我们贾琳呢 对于演艺事业的不断坚持 和努力的真诚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知道 出圈这个定义啊不仅仅是被大家知道 而是一个人变得更加优秀 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努力地 提升自己走出舒适圈 这些都能够出圈 哇哦 你好星期六 Vivo S12系列手机 全面出色 自然出众 下载淘汰APP 摇一摇 免单不利百万份 5G芒果9块9 提醒您下期看点 周六没烦恼 祖局哈哈笑 你好 星期六对所有的烦恼 说拜拜 烦恼粉碎一号机 王龙 我的眼睛就是齿 蒙言蒙语 魔性绕二 我的眼睛就是齿 生活状况 巧发姐 高能回复 对翻全场 你怎么还留着他的号码呢 要你管才管才管 你管我这么多 家里轮着酒还内心 烦恼粉碎暗号机 刘雨昕狂叛舞步 酷然来袭 经典歌曲还可以这么唱 肉口歌词极度痛嘴 坐下 在这里 我的眼睛就是齿 我的耳朵就是剑 老师都没说话 老师歌声太动听了 老师我有提出意义 我为什么要质疑老师 我没质疑老师 那就回去坐下 现在不是短刀丝滑 但是我们也可以描述这短刀丝滑吧 烦恼粉碎 三号机 冬奥开幕式引导员 引导员小姐姐 首次摘下口罩 这就是笑容界的天花板 没错 形体一探这么练 眼神手稳全拿一 好骗哪 下周六晚8点10分 你好 星期六 精彩看不够 你好 星期六首席合作伙伴陶特 摇一摇 免贷不利百万份 五斤芒果9块9 就是深度的尽量的天花 就是深度的天花浪不够 以上就是Vivo 冠名的 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 新封印象起点 Vivo 12系列手机 全面出色 自然出众 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 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 你好星期六 精彩看不够 那么下个星期六还有什么惊喜呢 那就下个星期六再见吧 谢谢大家 拜拜